光鲜产品厂波若薇举办了业绩发表会前三季的财报表现令人惊艳 合并营收突破了16.4亿元EPS3.71超越去年全年 波若薇是预期受惠于全球的4G激励台建置需求 今年整体的营运可以比去年成长大概三成左右 全场外资法人专注宁申仔细翻阅手中资料 台上站着光鲜被动原件模组厂波若薇总经理廖德明 谈到营运概况 他强调今年整体营运渴望将去年呈现两到三成的成长态势 我们在美国市场的需求在第二季开始第三季到第四季应该都是很好 25到30左右甚至有超越的机会 受惠北美客户以及全球4G LTE基地台建置 带动波若薇旗下WDM也就是光波长分合器需求强劲 累计前三季营收16.46亿元 接近去年全年17.35亿 EPS3.7亿元 更是一举超越去年全年3.16元 毛利率约23%到25% 持续往目标30%迈进 3Q的成绩大概是我们的营收 已经接近去年整年的营收 那我们的获利呢 已经超越到去年整年的获利 自机的LTE的行动通讯产品 针对于我们今年或者是明年 我想一直到后年 我想来支撑那更新的一个发展性 产品测试验证厂更新 第三季税后净利1.23亿元 年增23.3% EPS1.5元 同步公布10月营收2.15亿元 再创单月历史新高 累计今年前10月营收突破19亿 年增17.28% 展望第四季副董事长王兴天强调 在各手机大厂持续推出 基海战术带动下 营运渴望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 FM关于台北报道